这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文白比例的部分 为了要达到学习的重点 在整个学习内容的篇章上面 是不是一定要45%到50% 如果有不同的比率 是不是可以同样达到学习内容所要求的重点 经过委员的讨论之后 提出了四个修正动议 表决的结果是四个提案 都没有达到过半数的在场人数的门槛 所以四个提案都没有成立 最后的决议是维持原来领钢草案的内容 三年平均要达到45%到50% 这是今天下午讨论的结果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亚别奥列出选材的范围 原来的领钢草案有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含、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教材内容应考量教学的结束 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理解能力 编选能融入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生涯发展、人前教育等议题的合适文本 选文一副有章子注释 经典如果你选材是文言文 它会计入到这个四数到五数的比率范围内 高中阶段 国语文每一册要有一刻的文化经典 那原来的草案范围有 选材范围如 诗经、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寻子、韩非子、楚慈、文心、雕龙等 经过最后委员的讨论跟表决之后 认为因为这里的领钢草案的说明已经有如什么什么什么等 所以的确它的选材范围是已经没有被拘束的 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同意删除选材范围的有22票 在场的委员有47位会过半数 所以这个部分维持原来的领钢草案 白话文选以台湾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为主 兼集世界华文文学 翻译作品文学论述等 这个部分最后经过在场的委员是无意义通过 请克钢草案拟定单位 也拟明确界定台湾新文学 以立教材的编选一选 通过的决议是请克钢草案拟定单位来界定 什么是台湾新文学 做一个定义 来以立教材编选的一选 不可能是台湾新文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